进来看到在新竹的中华路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休旅车冲撞两台摩托车之后 是连人带车坠入一旁的西底 消防队前往抢救捞起驾驶 抢救之后仍然很不幸回天乏术 这起车祸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而其中遭碾弊的陈姓妇人 本来是要和小女儿来出门采购大女儿的出价用品 没想到很不幸却遇上了死亡车祸 最后呢喜事也变成了丧事 叫妈才买嫁妆啊等等啊 家里要弄东西啊 一想到妈妈女儿哭得好伤心 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和妈妈出门帮姐姐买嫁妆 却会遇上死亡车祸 从此天人永隔 这人哭啊 这什么都我妈妈也不买那么年轻 我都还没想到就走了 原本载着女儿开开心心出门到市场采买 却被失控的秀旅车撞上 女儿受到重伤 双脚还包着厚厚的纱布 惊动不变 妈妈则是被车子碾过 当场死亡 看看死者生前的照片 坐在订婚的女儿身边 脸上笑得好开心 而这个月22号 大女儿就要出嫁了 但妈妈却已经不在身边 儿子感叹来不及让妈妈抱孙子 好好孝顺母亲 而死亡的妇人辛苦大半辈子 将孩子拉拔长大 但家里的低贱喜事 却来不及看到 令人不胜唏嘘 中文学和孟谦 简婉如新竹采访报道